这个老太静静的坐着 看着保姆一边给自己老公夹菜 一边抚摸着老公的手 十分亲密的样子 他十分的不愿 怀疑这个保姆在勾引他老公 更怀疑他老公沉迷于这个保姆的姿色 但是他表达不出来 因为患有老年痴呆 连饭都得保姆喂他 这就形成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 刚刚是又记又恨 完了又跟鱼一样只有七秒的记忆 忘了自个儿恨的是谁 总之他一看见这个保姆 就没来由的生气 他不爱洗澡 有时洗澡呢 就一口吐到那个保姆的脸上 再去叫洗 他就扯人家头发 发现心里边那股子怨气 结果悲剧就此发生 他脚下一滑 后脑着地 直接把自己给摔成了饭盒 于是乎 他这一死不要紧 可把人家保姆给害惨了 因为人家这个保姆清清白白的 根本没有勾引他老头 他意外死了 等于是平白给人家 坑了一个过失杀人的罪名 所以呢 也就由此引发了一系列 荒诞而又叫人心酸的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塑料大棚 这个保姆就是我们的主角 叫李文静 挺惨的一个人 老公离异 老妈痴呆 儿子还被关在少年赶花院 跟他的关系也不大好 这么大岁数了 也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只能窝在一个荒郊野外的塑料大棚里 不能说惨了 真又穷又惨 除此之外 他还患有抑郁症 有时无法缓解压力和痛苦的时候 就经常自残 自残的原因很多 人生失败 儿子没交好 穷到快活不下去了 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前边说的 经常被那家老太当小三给羞辱 其实他对人老头真没啥想法 指望好好的工作 赚一份稳定的薪水 等儿子出来之后 就租建小公寓 跟儿子平静的生活下去 这是他对于生最大的希望 哪还有啥外心眼勾引老头呢 之所以经常默认老头的手 是因为这个老头是个瞎子 刚瞎没几年 大致的方向感虽然还在 但干点细活还得叫人帮忙 因此叫那个老太记恨 也在情理之中 老太是个老年痴呆 表达不出来呢 就经常闹腾 有时够说文静又想毒死他 有时还跟儿子说 保姆不安好心 总之 这活干起来其实不太容易 一个瞎子 一个老年痴呆 换成是别的保姆的话 不付两倍工资的话 估计根本就没人干 而文静能待在这 一方面是因为他没处可去 另一方面也因为 那个老头人真的是不错 是个文学教授 眼瞎心不瞎 颇有涵养 他老婆经常骂人 经常作妖 事后他都会悄悄的给文静道歉 其实这个老爷子也挺可怜的 儿子工作忙 没空过来照看 身边一天到晚 跟着老年痴呆 也沟通不了 除了胡思乱想之外 他也有点抑郁的迹象 为啥呢 按照他这个岁数 正是放慢了脚步 慢慢的品味余生酒色的时候了 结果现在啥也看不见 能不抑郁吗 最糟糕的是 他最近才发现 自个儿好像也得了老年痴呆症 老是忘记该干啥 将来两个老年痴呆凑在一块 该咋整呢 文静一个人照顾的过来吗 于是他跟医院的朋友聊过了之后 就打算再过段时间 把俩人都转到老人院里边去 那里边更专业 也不让文静再受委屈了 结果跟他老婆一商量 老婆就不同意 摔盘子摔完很是抗拒 我们再说回李文静 他因为没钱找心理医生 只能参加了一个免费的 自残者互助小组 在这儿呢 认识了一个叫顺男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是个孤儿 从小就被父母离婚 打击成了抑郁症 一个偶然的机会 文静在路上载了他一程 他竟然把文静当成了唯一的朋友 倾诉了自己隐藏了多年的心事 原来他不止受过父母的打击 后来他唯一的亲人 奶奶也死了 完了之后 他就被送到了孤儿院 在院里边 他又遇到了一个教写作的老师 这个老师帮他给奶奶办了葬礼 还给他接到了家里边住 对他好的就跟干爹一样 但是只有一点不好 就是他只要不听话 就会受到惩罚 听完了这个之后 文静整个人都惊了 原本他以为自个儿都够惨了 没想到这个孩子比他还要惨 竟然活在一个被变态老师 控制的世界里边 于是他教文静 假如再面对猥亵 一定要直视那个混蛋的眼睛 说再继续的话 我就报警 结果当天晚上 顺男就被痛打了一顿 赶了出来 他没处可去 只能半夜给文静打电话 求大姐留宿 我棚里边十分的简陋 不过住在这 叫顺男感觉非常的踏实 他说从此之后 想跟大姐一块生活 文静没有答应 也没有不答应 只是说他儿子快回来了 他们准备搬到公寓去 到那时再说 这个地方你随时都能来 锁头上的密码 是他儿子的生日 0530 故事说到这 咱们再带一嘴 李文静的情感生活 因为人嘛 活着都得有希望 光经历苦难 估计早就垮了 谁也不是铁打的 就算是福贵最苦的时候 还有家珍和俩孩子 撑着他的精神世界呢 文静的精神支柱 除了儿子 还有个情人 是个老师 有时这个情人 会来教授这里 请教稿子这里的问题 然后俩人顺便再约一下 但此时的李文静 还并不知道 他的这个情人 其实就是顺男嘴里的 那个变态老师 你看紧张感 是不是瞬间就拉满了 女主平静的生活 到这也基本结束了 因为厄运 往往都是穷人家里的常客 这天 老爷子出门去养老院 跟朋友们下棋 想去提前体验养老院的服务 结果他走了之后 家里边就出现了 本视频开头的一幕 老太太又发神经 去撕扯文静 脚下一滑 把自己给摔死了 文静见这个情况 当场就惊了 前段时间 那老太还跟儿子告状 现在突然死了 人儿子追究起来 该怎么说呢 这不就是过失杀人吗 一想到后半辈子都得坐牢 他浑身的力气 都像是被抽干了 软的站不起来 好不容易爬过去拿到手机 刚刚拨通报警电话 凑巧儿子的电话 又打了进来 说妈 我快回来了 我不想跟其他人一块住了 我想跟你住 听到儿子似乎要跟自己和解的声音 他顿时 又像是找回了活下去的勇气 消失的力气 又重新回到了身上 最终 他决定要清理现场 藏匿尸体 可是清理到一半 尸体刚刚拖出浴室 天就已经黑了 老爷子回来了 他顿时不敢再发出半点声息 紧张地注视着老头的一举一动 只见老头把衣服脱到屋里 然后准备去洗漱 往里走时 差点踩住他们 还好老头像是喝醉了 心血来潮 去打开了收音机 有音乐声做掩盖 文静这才把尸体给拖走 然后回头假装告诉老爷子 他老婆在睡觉 今天晚上 他会留宿在太太的屋里 其实呢 等到半夜 他就开走了老爷子的车 把尸体运回了大棚 准备先藏到柜子里边 结果就在这时 顺男竟然从厕所里边蹦了出来 要给他个惊喜 一块过个生日 差点没把他给吓死 还好他灵光一闪 说你裤子上沾的都是蛋糕 赶紧去洗洗 这才又躲过了一劫 可是藏好了尸体呢 他一夜都没合眼 明天 老爷子若是发现 屋里边少了个人 问起来要怎么说呢 终于他还是想到了办法 把自个儿那个 同样是老年吃太的妈妈 给接了过来 冒充老头的老婆 当然 我也和你们一样 担心他老妈要是说句话 那不就要犬都漏馅了吗 其实并不用担心 他老妈得的病 跟失语症差不多 等同于是个哑巴 所以一个瞎子 一个哑巴 倒也相安无事 老头虽然能察觉到 家里跟以前不大对劲 也没怎么在意 只是感叹说 感觉他老婆像是换了个人 今天没有做妖 也没吵没闹 还乖乖的跟着你去洗澡 真是难得 文静赶紧解释说 老太这两天 似乎心情不错 回去了之后 他还面临着 另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马上要搬家了 顺男也想跟他一起住 但是出了这档子事 再住在一块 显然不可能 于是他先替小姑娘 想其他的出路 比如报警 抓了那个变态 然后再回到孤儿院去 但是顺男哭闹着说 孤儿院太冷了 饭菜又硬 最重要的是 他不信警察 因为他以前报过警 根本没有警察 信他一个小女孩说的话 说到这儿 似乎只有跟着文静 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而女主此时 为了甩掉顺男 有点不耐烦 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实在是摆脱不了 那就杀了他吧 完了小姑娘没有吭声 她见没啥效果 又接着刺激说 你说的那些事 警察都不信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或者说你嘴里边 的妈妈奶奶 或者是那个变态老师 是不是都是瞎编的呢 这番话 专门接人的伤疤 果然一出口 就直戳小姑娘的痛点 把人当场都给气哭了 俩人也从此刻开始 就再也不是朋友了 小姑娘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说 她跟那个变态都一样 高貌岸然 却做着最恶毒的事 还有 你这个烂规则锁的干嘛 密码不就是0530吗 当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个贼 说完 她夺门离去 留下李文静 懊恼不已 再把这个小姑娘 推回到那个变态的身边 她会怎么处理呢 与此同时 镜头的另一边 老爷子这儿 也忽然想不开了 自从昨天去老人院 跟人下完气回来 她就闷闷不乐 因为那些曾经的老朋友 都不爱跟她玩了 嫌她看不见 下去太慢 那么你说 以后就算住到老人院 又有啥意思呢 于是她自己摸索着 来到了卫生间 准备绑到置物架上 把自个儿送走拉倒 结果就在临死的一瞬间 不然听到 旁边有人打了个哈欠 她决定又不死了 为啥呢 这哈欠的声音 有点不对劲 听起来非常的陌生 于是她把这个老婆 上上下下都摸了一遍 完了之后大惊失色 这根本就不是她老婆 到底是谁 把她老婆给调包了呢 她赶紧叫来了医生朋友 过来辨认 医生到这的时候 文静的妈妈正躺在沙发上睡觉 听完她的描述 直接就笑了 说你这个老小子 肯定有三十多年 都没摸过老婆了吧 认不出来太正常了 老爷子听完 又怀疑自个儿的老年痴态症 是不是更重了 正好这时 文静抱着一筐橘子回家 看见有外人在这 当场就吓得两腿一软 赶紧借口给老太洗澡 掺走了老妈 似乎她躲在一边 偷听了半天 才知道那个老头 根本没有细看 还好没有穿帮 万一她儿子过来探望的话 那到时该怎么说呢 第一个发现她杀人的 其实是顺男 这天在护助会上 一个男人说 自己一直活在 哥哥的压迫之下 被欺负的苦不堪言 现在快四十了 都还没有结婚 总是有寻死的念头 顺男立刻插嘴说 你这么恨他 那直接杀了不就完了 男人说 我们家太小了 不可能这么干 再说杀人是要坐牢的 顺男又说 那小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敢不敢呢 柜子就是个藏尸体的好地方 其他人听完 马上都笑她 电影看得太多了 唯独文静心里边 惊涛骇浪一样 赶紧拦住她 想问她会不会告发 但是顺男啥也没说 扭头就跑了 在回去的路上 那个变态老师 再次向她伸出了魔爪 但是这一次 她的眼里边只有仇恨 心里默默的念着 文静姐教给她的话 忍不了呢 就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于是 她趁其接电话的时机 义无反顾的 割断了那玩意儿的脖子 另一边的老爷子 再次起了轻声的念头 这一回 比一望的哪一回都要强烈 而且她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先把老伴给送走 自个儿再安心上路 因为她觉得 只要自己一挂 也没有人会再照顾老婆了 不如先把她送走算完 但是就在她准备 掐死老婆的瞬间 这个老太太说话了 老头一听 这不对呀 真不是她老婆 她老婆怎么会是这个声呢 结果又转念一想 我这老年痴呆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真的连媳妇都不认识了 于是 悲从中来 心里一狠 当即把这个老婆给送走了 然后 她又自己摸到了浴室 还是上次那个地方 自挂东南枝 其实 她到死都不知道 掐死的根本不是她老婆 本来这个事 但凡是有个亲人在场 都不会发生 可惜韩国的老年人现状就是这样 儿女们太忙 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们 镜头再转到李文静这边 她终于搬到了 信心念念的小公寓里边 有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了 坐在地板上 闻着这儿的空气都是甜的 但是洗过了之后 忽然想起柜子里边的尸体 又开始彷徨不安 不知道自己能在这儿住多久呢 算了房子算是给儿子奋斗的吧 说到孩子 其实他儿子今天就出狱了 骗他说明天才能回来 这会儿正跟一帮朋友找地方喝酒呢 没地方可去 他们就来到了原先 自个儿家的塑料大棚里 有桌子 有椅子 还有卫生间 这个地方真的不错 可是就在他们喝得开心的时候 文静突然闯了进来 几个孩子慌忙躲到卫生间里 不敢吭声 女主回来是干嘛的呢 她沥了桶汽油 是来毁尸灭迹的 于是没有任何意外 她日思夜盼的儿子 居然就这么 对她亲手被烧死了 影片的最后 她看向燃烧的大棚 忽然好像听到里边有什么动静 她惊叫了一声 想去救人的时候 估计也来不及了 你看 又是一个反映韩国社会 最底层的 平民生存现状的片子 剧情比较模幻 现实中这种事 估计根本不会发生 很多细节和逻辑 也有点经不起推敲 但是各种巧合 各种荒诞 却巧妙地支撑了一个词 那就是命运 懦弱又可怜的李文静 所求的不过是一份平静 和一份幸福 但是这个魔幻的世界 却屡屡打破她的幻想 不让她平静 那些突袭生活的偶然 稍一出现 就击垮了她所有的努力 就像是命运在嘲弄那些 拼命努力的穷人一样 你的生活经不起任何风浪 经不起任何打击 你们为富人打工 为富人们服务 到头来 一个偶然 就能将你的一切努力 统统化为乌有 而这个片子仿佛就是在说 这种偶然 正在逐渐地成为常态 因为穷人们的生活空间 早就被挤压得越来越小 他们无处可去 他们奋力挣扎 最终都只有一个归宿 那就是逐渐地被社会抛弃